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为什么会有两种走势呢 我们晚一点会做一个更详细的讨论 那接下来我们先定义一种图形上的特征 我们说一个函数图形凹口向上的定义 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今天在函数图形 也就是这个绿色曲线 上面认取两点AB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AB线段 找到它的终点是C 如果说将这个C点的S坐标固定的话 对应到曲线上的点 我们称之为是D点的话 也就是如图所示 也就是S坐标固定是相同的情况之下 对应到曲线上的点 如果这个D点 永远在C点的下方的话 我们就称这个图形是凹口向上的图形 那我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 我们刚刚有看到两个图形的走势 第一个例子就是底数为2 Y等于2的X次方 画出来会是右图的绿色曲线 那它会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我们会发现 它的图形会凹口向上 并且是从左而右递增 也就是上一节我们介绍过的 那个次序关系 当S坐标越大 Y坐标就会跟着越大 我们称之为是右左而右递增 那这边我们怎么样完成这个图形呢 其实右边的例子是以2为底 我们就是利用描点的方式 一个点一个点描出来 再试着把它连接起来 就会形成右边的图形了 那接下来第二个图形呢 是刚刚所介绍的底数是1分之1 也就是底数介于0跟1之间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个红色的曲线呢 依旧是凹口朝上 可是它的地增地减关系呢 是从左而右呈现地减的状态 也就符合了我们上一个单元所介绍的 当S坐标越大 Y坐标反而越小的这个现象 那我们同样是利用描点的方式 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那这边同学可能会有一点点疑问 为什么一定是凹口向上呢 我们刚刚凹口向上的定义是说 在上面认取两个点 连线段的中点 对应相同S坐标在曲线上的点 横在上方 那我们就要来检验这件事情 才可以说服各位同学 它的确是凹口向上 所以我们来看 举这个Y等于2的X四方的例子 我们在上面取一个点A是12 点B是38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算 AB的终点呢 就是两个点相加除以2的方式 所以算出来点C的坐标会是25 那同样固定同样的S坐标2 带进去函数里面算呢 这个低点的Y坐标就会是2的平方 所以我们知道低点的坐标会是24 我们就发现这个24 的确是在这个C点的25下方 可是这样就够了吗 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组AB的点 我们发现了 它们的线段连线中点 的确是在曲线 对应相同S坐标的点的上方 可是我们这边必须要验证所有的可能性 才可以说服各位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来做一个 比较严谨的一点的证明 首先我们可以假设说 一样Y是2的AK的次方这个函数 它上面的任意两个点 A点假设是S坐标是A 那Y坐标就是2的A次方 B点就是B2的B次方 那今天我们要去求 它们两个点的终点呢 一样用加起来除以2的方式 就会得到C点坐标的AK值是2分之A加B Y的坐标呢 就是2分之2的A次方 加上2的B次方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想要来算 D点的坐标啦 就是对应相同S值的D点 也就是S值同样是2分之A加B 而这个函数是Y等于2的AK次方 所以Y坐标自然就是2的2分之A加B次方了 所以我们要来比CD这两个点的Y坐标大小 如果可以成功地发现 C的Y坐标比D的Y坐标大 那我们就证明完毕了 代表C在D的上方 所以这边我们要利用算计不等式 首先2分之2的A次方加2的B次方 会大于等于2的A次方乘2的B次方 开根号 这是算计不等式告诉我们的事情 同时观察一下 根号里头两个底数相同 相乘等于次方相加 也就是A加B 而外面的根号又是1分之1次方 所以这个根式其实就是会等于2的2分之A加B次方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C点的Y坐标 大于等于D点的Y坐标 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等号会不会成立 算计不等式告诉我们 等号成立必须要相加这两个数字相等才可以 可是我们现在取的是相议两点 2的A次方跟2的B次方必定是不会相等的 所以这个不用考虑等号成立的问题 所以我们最后就得到了C点的确在D点的上方 所以凹口向上 我们这边发现 无论是底数是大于1或者是底数是 介于0跟1之间 我们认取一个线段 在上面认取两点所形成的连线段 都会在曲线的上方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便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说明这个就是凹口向上了 因为整条线段都在曲线上方的话 是不是就意味着中点 也会在对应相同S坐标的曲线上的点的上方 所以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无论底数是大于1或者是介于0跟1之间 我们都是凹口向上的图形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介绍 对称的图形 那今天要讲对称的话 就会有一个所谓的对称轴 首先我们先看 根据Y轴来做对称的指数函数图形 我们这边发现 绿色的曲线是 f of x 等于2的 x 次方 而红色的曲线则是 g of x 等于1分之1的 x 次方 也可以化成2的负 x 次方 这两个图形会根据Y轴来做对称 什么叫做根据Y轴来做对称呢 简单的理解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们看 右边绿色图形的38这个点 要根据Y轴来做对称 就会是X坐标插一个负号 就会跑到-38过去第二向线的这个点 而24就会对应到-24这个点 12就会对应到-12这个点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 根据Y轴对称 其实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 在X 的部分会插一个负号 所以我们如果把 今天把Y等于A的X的X 用-X 做取代 我们就可以得到 它根据Y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也就会是Y等于A的-X 那看完Y轴 这个就是显现Y轴的部分 绿色图形跟红色图形 会根据这个红色的Y轴 做对称的一个状况 其实也有点像是以这个轴为中间的轴 绿色的直接往左翻 就会得到左边的这个图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根据S轴对称的指数函数图形 首先呢我们发现 上方的绿色曲线是Y等于2的AX次方 那S轴是中间红色这条水平线 那根据S轴对称 看起来就是把上面绿色的曲线 直接往下翻 会得到下面这条红色的曲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根据对称的情形的话 刚刚是S座标差一个负号 而这边对应到的 就会是Y座标差一个负号 就会从上面直接翻到下面来 所以我们如果把方程式的 Y等于A的X次方 Y的部分用负Y来取代 就会得到它根据S轴的 对称图形方程式 所以今天Y用负Y来取代 基本上有两种写法 例如说Y等于2的AX次方 根据S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Y用负Y来取代 就是第一种写法是把原本的Y写成负Y 也就是负Y等于2的AX次方 而第二种理解方式是 既然Y是等于2的AX次方 我把2的AX次方加一个负号 那也相当于就是Y用负Y来取代了 所以有两种写法 一个是负Y等于2的AX次方 那我们用下面的例子 例题我们来试着做看看 刚刚的题目 刚刚的观念是不是大家都吸收了呢 试求方程式 Y等于3的负AX次方的这个指数函数呢 我们要以Y轴S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各别要把它求出来 首先我们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 红色曲线的部分就是Y等于3的AX次方 跟Y轴对称 就是绿色这条曲线 对不对 中间这条是Y轴 我们刚刚是怎么说的呢 它要对称Y轴的话 相当于AX差一个负号 对不对 所以对称Y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就会把原本次方的-X把它换成X 差一个负号的部分 也就是-X用X来取代 就会得到这个以X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了 那接下来如果说是要对称X轴的话 看起来就是绿色的这条曲线 直接把它往下翻的状况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是Y座标差一个负号 对不对 所以S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就是把原本的Y座标加一个负号 也就是从原本的3的-X次方 写成负的3的-X次方 这就是它的对称图形方程式了 也就是如图所示蓝色曲线的部分 我们这边直接用Y用-Y来取代 所以最后整理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两个题目 以Y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我们是将X插一个负号 也就是用X来取代-X 那接下来以X轴的对称图形方程式 则是Y的部分要插一个负号 Y用-Y来取代 分别会形成这三个图形 首先红色曲线 绿色曲线是原来的图形 然后对应到的以Y轴对称的是红色的图形 那今天对称X轴的部分则是下面的这条蓝色的图形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呢 就是我如果固定同样的次方 在不同底数的时候的大小关系 首先当底数 两个底数AB都是大于1的状况 我们说今天如果固定的次方是正数的话 则底数大了大 也就是B的X次方会大于A的X次方 第二个部分 如果固定的次方是负数的话 则是底数比较大的反而会比较小 我们可以从图形上来解释这件事情 假设两个底数分别是2跟3 我们可以画出这两个指数函数 绿色的图形是以3为底的 而红色的图形是以2为底的 我们看第一个例子呢 当你的次方控制是正数 假设都是1的话 就对应到图形上的这两个点 我们发现绿色的点在红色的点上方 也就说明了今天3的一次方大于2的一次方 那另外一个例子呢 我们如果控制一样的次方是负1的话 就会对应到图形左边的这两个点 我们发现反而是红色的点在绿色的点上面哦 这样反映出来的结果就是3的负1次方 会小于2的负1次方 那今天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如果说底数是两个都是介于0跟1之间 假设T比R大的情况 我们说如果说固定的次方是正数的话 一样是底数比较大的来得大 今天如果固定的次方是负数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一样是底数比较大的来得比较小 跟刚刚的结论是完全相同的哦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用图形上来解说 假设T是2分之1 R是3分之1会画出这两条图形 那首先先固定次方是正的 也就是固定X是1的时候 我们来看这两个点 也就是红色的点会在绿色的点的上方 红色是以2分之1为底 而绿色是以3分之1为底 的确就显现出了底数比较大的 会来得比较大 那今天如果控制同样的次方是负数 假设是负1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绿色的点在红色的点上方 也就是说次方比较大的底数 再固定次方是负数的时候 反而它的值会来得比较小 那再来我们来看函数图形 指数函数图形的一个平移 第一个我们先看左右平移 我们今天绿色的图形是y等于2的x次方 我如果把它往右平移两单位 就会来到红色这个曲线 我们就会发现呢 这个红色曲线的方程式应该要怎么写呢 我们观察一下 假设看24跟44这两个点好了 今天新图形的44 这个y坐标的4是怎么算出来的呢 会继承前面原本绿色图形 这个2的2次方 也就是新的x坐标-2的这个次方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说 红色图形是绿色图形向右平移两单位得到的 那它的y坐标会对应到 原本旧的绿色图形的2的x次方 所以原本的x是新的x的-2的关系 所以新的红色图形就是y等于2的x-2次方 那今天如果考虑上下平移的状况 今天绿色图形往上 两单位这个就比较好想了 因为这个就是每一个y坐标都增加2的情形 所以就会从原本的y等于2x次方 变成y等于2的x次方再加上2 那我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就上到这边 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 拜拜